红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志南 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还是 跟我算是同龄人的选手吧 然后也会觉得 他们给了我一些新的灵感 就像是找到了很多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就是 其他老师跟我想象中的 都不太一样吧 然后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之前是男团嘛 然后这是第一次参加 可能跟说唱有关的 这样的节目 我个人是觉得 首先是热情很重要 对说唱这个事情也好 还是hiphop这个事情也好 我觉得首先得有热情 然后其次是 比较注重他们的个性 我会觉得 当他们自己有了个性 才会有自己 真的想表达的东西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的 就是真诚吧 然后把自己的发光点 或者说你自己想让别人看到什么 你自己要想清楚 其实我对他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说唱选手也好 还是说所谓的idol也好 偶像也好 其实他都是要有一个高标准去要求自己 其实你做什么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严苛的要求 还是应该一直在的 因为我觉得说唱也好 偶像也好 他只是做的门类不一样 但是你始终还是一个艺人 其实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男团结束了 现在去参加说上节目 但是我觉得不管身份是什么 我还是我就是 他是没有变化 对 我觉得Rice它代表太多东西了 我觉得是我青春目前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没有 我们也私底下也会经常见面也好 打电话也好 只是可能工作的时候不会在一起 对 刚开始还是会有点不习惯 也会觉得空空的感觉舞台 因为以前是11个人 现在是11个人 我觉得电影 或者说自己的故事也好 还是朋友身边 比如我们平时聊天 聊到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还蛮难见到的 或者说蛮新奇的一个故事 可能就会拿来 快了 很快 厨师 我最近比较喜欢做饭 在网上看到那个菜谱照着做 好不好吃我不敢说 但是都好看 最近比较想旅游吧 我想去山岭住着 想但是还没有执行 我想要一台烤肠机 还没有得到 对 希望大家也去买一台烤肠机 以前那个游泳馆 都会卖烤肠 很便宜很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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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